見面 Final Fantasy 15又延期兩個月 欸 人家啊 是可以這樣子延了又延 延了又延了嗎 唉 算了 到底等十年了 也是不差這兩個月了 而且看製作人這麼誠心的道歉份上 咱們就原諒他吧 今天這個消息實在太令人難過了 原本預計要在9月30日上市的 Final Fantasy 15又再度延期了 而且也就是兩個月 本作的製作人田店端先生 日前在Square Enix官方YouTube頻道上 發表了一段影片 青上火線說明延期的原因 他表示Final Fantasy 15 已經確實開發完成了 但為了追求更好的表現 與更順暢的遊戲內容 他們只能趕工首日更新檔 要讓玩家9月30日一買回家就能更新 但又考慮到 不是每個人家裡的網路環境都很好 所以決定延後兩個月發售 把首日更新檔直接加進光碟內容裡 雖然製作人很有誠意地說明了 但這個理由難免還是讓人聽得很失望 Cino Fantasy這麼大一塊招牌 可千萬要保住啊 而且這下子10月和11月 安娜該玩什麼遊戲啊